全对抗路胜率倒数第一位 吕布 登场率31% 胜率47.35% 吕师傅的痛点是对线太弱 导致前期不行 前期不行导致发育慢 中期跟不上节奏 因此也就没有后期什么事 而倒霉的是 吕布的强势机 他偏偏在后期 可是根本就发育不起来 后期都没了 所以后期再强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真伤英雄 坦克克星 前期被战士刺客痛殴 我们能理解 可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人家二级的坦克都能单杀吕布了 那能不能加强吕布呢 不好意思又不能 因为吕师傅一强 就没坦克什么事了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等重做吧 全对抗路胜率倒数第二位 夏侯敦 登场率15.2% 胜率47.4% 在31赛季里 打野夏侯算是一军突起了 但是由于胜率和强度过高 并且在职业比赛的表现过于离谱 所以很快啊 他就被削了 本来夏侯就是对抗路不行 所以被逼无奈去打野的 而这一下 因为打野太强被削了 这让对抗路夏侯的处境 雪上加霜 要坦度没坦度 要伤害没伤害 唯一的战路回血优势 人家还不给你打 这一英雄现在玩起来就一个字 无力 算是狂铁的夏侯替代 全对抗路胜率倒数第三位 暗性 登场率9.5% 胜率48.31% 我发现李星这英雄真极端 以前暗性强的时候 光性就很弱 现在光性好不容易熬出头了 结果暗性就不能看了 暗性的弱势两个方面 在带线这一块 由于一技能被砍 被动被削 这使得暗性带线时更容易被抓 推进时又不能击杀对手 对面往塔下一缩 你暗性就废了 第二个方面是反野 现在野区保护机制更强 同时野怪更难倒 因此暗性的主流玩法里 已经是不带成绩了 那线带不了 塔推不了 野区还反不了 那暗性能干嘛 能打团吗 哈哈打个鬼 暗性是团战最弱英雄啊 所以验卓你说 啥都干不了 暗性的胜率他能高吗 全对抗路胜率倒数第四位 中安金项羽 登场率11% 胜率48.67% 陈也专精 八野专精 这句话送给向师傅很合适 专金项羽曾经抵达过 王者英雄的强度巅峰 那么太极而匹 现在专金项羽成的版本陷阱 其实也没什么好埋怨了 专金项羽的问题是太脆 并且不到撕血没有伤害 无论是进攻还是反打 基本全都依靠撕血以后的 大招不撕斩 打伤害的形式过于单一 对面一看你撕血项羽 他用脚指头想 都能想到你要撕血开大 那人家一旦有准备了 向羽大招还能劈到人吗 劈不到了 而向羽不开大又没伤害 同时还退 回血还回不上来 胜率不可能高的 全对抗路胜率倒数第五位 马超 登场率11.8% 胜率48.83% 马超这英雄很极端 一个高手马超吃两路线 那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带飞了 但一个高手马超不吃两路线 那么即便他操作再好 也没什么用 马超的核心问题是机制太强 可数值又很低 因此马超的核心玩法 他就是刷经济 搞装备 再通过装备的加成 去弥补自身的数值 因此高手马超吃两路线 没有错 可现在的问题是 已经不分高手低手 他是所有马超都是两路线的呀 有些马超吃了 先又代费不了 还把自家法师给搞崩了 燕祖你说 马师傅的胜率能高吗 高不了 全对抗路胜率倒数第六位 连波 登场率8.7% 胜率49% 连波 大好注意了 他现在就是辅助 你玩辅助胜率高的亚皮 你走对抗路 胜率低的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连波有坦度 但是需要跌 当你从对抗路出发 去支援队友的路上 你的坦度就已经掉光了 连波有伤害 但又不太够 你做输出就没坦度 做纯肉伤害又差一点 哪方面都不太行 就凸显一个无力感 连波有控制 但控制也是位移 你交了位移去突进 你就没空了 你交了控制去开团 你就没位移了 对于一个上单来说 如果你不能当一个前排 那么你就要去其对面后排 如果两个都做不到 那玩个毛对抗路 全对抗路胜率倒数第七位 陈咬金 登场率5.7% 胜率49.32% 这英雄是被中杰给逼死的 陈咬金的本质 就是卡血量打伤害 血量越少 伤害越高 回复越高 而中杰的本质 正好跟他相反 是对手血量越少 中杰的增伤也就越高 最离谱的是 陈咬金的最佳卡血血线 刚好就是中杰的斩下线 所以在中杰面前 陈咬金卡血线就是送 那你不卡 又没坦度 又没伤害 一个召唤师技能 废掉一个英雄 而且以前 即使打不过 陈咬金也能带陈咬金去反野 但是现在嘛 反野死路一条 不反野 在线坐牢 本期视频最后一位 对抗路全体冷门英雄 登场率 加起来不到2% 像曹老板 八戒 以及哪吒 达摩托的英雄 他们是低登场低胜率 而且热度也低 基本没人玩 没人说 因此很难有热度和关注 想等加强都是一种奢望 还得等重做 所以这些英雄上分的话 不建议玩 除了真爱粉 愤怒是真别碰